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芝麻练乃九层糕 这只马蹄粉是大田排马蹄粉 芝麻酱 这个纯芝麻酱在一般唐人的超市可以买到 寿星公练乃白糖 马蹄粉 玻璃器皿装的清水 是这次马蹄糕的总清水量 将马蹄粉倒入器皿 放大约三分一的清水 将马蹄粉开成漿 开好的马蹄漿 让它吸收一段时间的水分 将它渣溶 其余清水倒入一个锅 将它烧滚 马蹄漿开好之后 过一过篩 过篩后的马蹄漿更加干净 下启健三分合成水晒 清水煮滚 merry after 放重白糖 将它搅拌均匀 放回餐,将它烧滚 现在这个糖水已经烧滚了 大家看到它是大热的糖水 将刚才开好的马蹄漿 逐小倒入糖水里面 马蹄膏是最关键的过程 尤其是做9层膏 9层膏一定要烫到稀稠到适合 倒入适量的马蹄粉 变成像浆糊状的浆 把浆糊状的浆 倒入马蹄粉 一边撞的时候 一直要掌握好稀稠度 这样撞浆的方法 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办法 我们不要采用倒下去的办法 倒下去的办法 很容易过熟或者过生 现在这个浆糊的方法 是比较有行之有效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生的马蹄漿了 现在开始呈半生熟的状态 我们迅速把它撞匀 现在装出的浆 行业的术语就是牛奶浆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浆 轻轻比较奶 稍微稀一点 现在这个浆 做9层膏是最理想的了 做到挂壳 将它分成两份 黑芝麻的那份稍微多些 因为底面也是用黑芝麻色 我们多的那份 就调芝麻色 现在我们采用纯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呢 在超市可以买到 我们也可以在家炒香芝麻来打 但是呢 工作量比较多些 这个黑芝麻酱呢 效果是不错的 它黑色 香浓 又滑 如果不想炒芝麻呢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细配方可以看到视频 或者视频下方有详细的推介 和配方 先将适量的酱 和芝麻酱搅匀 搅匀之后呢 再搅到那些马蹄酱里 这个方法呢 就搅得均匀 现在我们看看它的颜色 这个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做出来的芝麻糕呢 它香浓 色泽深色 颜色自然 漂亮 现在用链帘 这个也是瘦星公檐练鸡 另外一份的馬蹄漿呢 就可以 和霉帘混 working 现在我们这些 ransom 这是芝麻露奶 九层膏 我用的ma蹄漿呢 大家 我看看 芝麻九層糕也算是一個創意的點心 在九層糕傳統的製作方法上 我們採用天然顏色和芝麻的香味 嘗試一個新的做法 通常這個九層糕可以用炒糖 也可以用菊糊 可可粉 但我這次採用黑芝麻 它有強烈的色澤對比 更加香濃 我們用一個玻璃器皿 薄薄塗上生油 每蒸一層是三分鐘時間 第一層用黑芝麻 三分鐘後 把它蒸熟之後 輕輕放上白色的蓮奶 蒸完蓮奶熟了之後 三分鐘再放上黑芝麻 當然可以鋪上這個面 就可以了 這個九層糕漿 大家不適宜燙得太熟 燙得太熟 它在這個過程就比較難燙開了 現在我們這個九層糕 五層是芝麻 四層是蓮奶 九層糕的製作 它是比較精良 有少少技術性 大家蒸的時候 每一層一定要蒸熟 不要讓它亂層 如果大家心急 就很容易會亂層 而且每一層的漿 都要很平均 蒸出來的膏 它就聞到清晰 間隔清晰 厚薄一致 奶漿的時候 從旁邊開始蒸起 吞去一路慢慢流向中間 這個層次 是比較均勻 聞露清晰 蒸九層糕 是要有點耐心的 九層糕 它如意好 步步高升 它微微可厚 水少的時候 加上適量的開水 因為這個九層糕 蒸的時間稍微會長些 但是這個漿的時候 做到每一層 的量基本上一致 這個九層糕 它看上去 聞露就很清晰 蒸九層糕的關鍵 每一層 就要蒸熟透 但是蒸的時間 就不要過長 如果蒸的時間過長 它很容易會離層 盡可能 每一層糕 不要有倒汗水 有倒汗水 它會影響 離層的現象 蒸到最後那層 是芝麻 我們稍微蒸多兩分鐘 最後那層 奶了下去之後 最好蒸五分鐘左右 這個馬蹄糕 就完全熟透 而且它不會有亂層的現象 爽口 現在我們這個糕蒸了出來 成品效果就是這樣 攀凍之後放入雪櫃 最好放過夜之後 明天再切件 馬蹄糕是適宜冷食 但是一定要冷透 它才能夠爽口 我們把它反轉 切件 這個馬蹄糕 我們冷了一個晚上 大家看到它的成品 現在看到這個馬蹄糕 它的成品 聞到清晰 軟滑爽口 彈性非常好 這個馬蹄糕 摺起來也不會斷 又不會過硬 又不會過削 這個成品 達到要求 爽口 厚薄一致 聞露清晰 這個煉奶 加黑芝麻 做的馬蹄糕 它有很特別的風味 煉奶 香甜軟滑 芝麻濃郁 非常甘香 是值得一個 推薦的味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折面 它每一層的口薄 非常一致 聞露清晰 色澤對比強烈 無論色味香型 這個馬蹄糕 都是一個理想的甜點 如果喜歡的朋友 可以在家裏做些品嘗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 凍麵花的碟 把這個點心 放在這個 有裝飾的碟裏 它就更加精緻漂亮 如果喜歡的朋友 可以在家裏做些品嘗 喜歡這個視頻 請大家訂閱 分享 點讚 這個馬蹄糕 非常合乎要求 大家看到它的成品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 如果對方要超過 未來的小事 請你 請你 你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的爷爷的群岛 多谢大家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to my grandpa's channel or else you'll get angry Don't tell my grandpa that I said that